大家好,我是明哥 这里是明哥聊太节 今天我们讲一个单手推手的时候 我们怎样单手来进行实战中单手怎么来应用 我们来看一下 有请朱老师 我们在单手推的时候 我们在单手训练的时候 怎样利用单手的技巧 那么单手在实战中 你可以我推他 他画平原 比如说他画这个平原 这个平原 那么我们可以利用他的力量 把它放的时候 叫他锅过来 叫他放 他推推 我们放远一点 我们本来是到这里就 就把它画开了 但是我们有意把它的劲 放长一点 使我们的走肩露出来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走肩 超过他的这个反关节的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利用身体 利用身体 利用身体把它这样搞过去 好我们在这边看一下 我们本来单推 我们单推手的时候利用技巧 我们有意把它引过来 把它引到自己的身体这一边 然后呢 用这个 看到没有 这一个身体 用这个身体 这是单推手的一个技巧 那么还有一个 好 朱老师还有一个地方 在这个单推的时候 单推的时候 要还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体 好 我们到这边能看到到 这边能看得到 我们在 比如说这个平原推手 我们往这边 可以往这边引 引的时候呢 我不去推它 我们把它引过来以后 我们用自己的身体 合理的利用的身体 来打这个反关节 那么你看 我们在平推的时候 我们刚才是引到这边 用这个走来打这个反关节 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可以用这边 推到这个右边 守到这边 使它的劲放远一点 我们太松 我们不推了 我们叫它松远一点 我们顺着它的往这边的劲 和我们自己身体向右的利 利用自己的身体 利用自己的身体 来做一个勤拿的动作 好 今天我们就讲这两个单推的技巧 希望大家能够学会 喜欢的朋友呢 你点订阅 下次我们再讲下一个动作 谢谢大家